日前 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实行第九版 新版方案将针灸治疗纳入到新冠肺炎患者的常规治疗中 针灸为什么能够治疗新冠 原理是什么 3月18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中心主任医师谢新才就此话题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他表示 中医讲究扶症去邪 针灸通过刺激血位能够去除异邪 减轻易毒对脏器的损伤 因为新冠其实还是属于这个流感的变种 从这个病理上来说 就我们中医的病因病基上来说 实际上他也是 只要是外感的病嘛 都是这个特别流感 在我们中医里面都属于风险为主 所以我们这个治疗他 一般已经这个疏风 解表啊 在他这个引起症状之后啊 比如还有这个宣肺啊 化糖啊 这样子来治疗他这个病因和他引起的这个症状 第九版新冠治疗方案中 针对轻型 普通型和重型等不同类型的患者 推荐了不同的治疗血位 谢新才对此进行了解释 我们一般选的是就是外感啊 就有三个药血 我们这个针灸里面 比如这个大锥 一个大锥啊 它本身就是又可以解表啊 退烧啊 这个效果比较好啊 还有我们常用的这个河谷啊 还有这个外观穴啊 就这个外观 就这三大穴 就开始这个外感的病 其实对新冠来它也同样适应 比如到了比较重的时候 它露肺了 比如引起这个肺气不宣啊 有咳嗽啊 痰多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 比如说宣费化糖的 比如这个肺疏啊 感觉还有这个分龙啊 这个也是化糖 还有这个肺经的穴位 这个烈鹊啊 就烈鹊是这 啊 就这三个穴位就可以宣费化糖 当然你根据这个 是吧 这个 这个年龄啊 体质啊 男女啊 各个方面的差异 你在临床上 再根据这个轻啊 重症和违症 都可以这个辩证失质嘛 这个当然 这本身就是我们这个中医的特色 针灸治疗新冠的疗效如何 据于媒体报道 针灸很早就参与了新冠肺炎的救治 无论是武汉还是其他各省的抗疫经验均表明 针灸有助于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 谢星才表示 事实上 只要方法正确 针灸的疗效不仅好 还非常迅速 这次啊 其实我们这个医院 就把我们针灸科也有了去参与了这个新冠这个救治 其实也应了这个针灸都上了 包括这个后期的这个康复都参与了 其实也取得比较满意的这个效果 其实你通过针灸 它这个症状改善得挺快的 以前急救最快的就是针灸 就比如我们平时 你像这个什么晕倒了 就像这个低血糖啊 晕倒了 血压低晕倒了 或者中暑晕倒了 这个针灸都是最快的 就包括这个这个新冠肺炎 如果它后期它症状 真是出现这些昏迷 这些危重 我觉得针灸应该也是最快的 谢新才认为 最新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将针灸纳入其中意义重大 这不仅有助于国内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还能推动针灸自身的研究发展 国家真的能把这个针灸纳入这个新冠这个诊疗方里面 真是 对我觉得 对我们这个中医就是针灸事业 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突破性 历史性贡献 这个如果在我们国内 是吧 取代了比较好的疗效 它国外 它肯定也会效仿 这个独有 独对这个针灸事业 它都有很大的一个推等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